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说到唐朝有一个李励志,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如果说到常乐公主,大家立即就能想到她是李世民的女儿 其实常乐公主的本名就叫李励志 常乐公主出生在武德四年,当时唐太宗对这个女儿非常喜欢 于是就取了励志这个名字,这也是李世民的一番心意 他希望这个女儿能够天生励志 史料记载,常乐公主贤淑淋于陈吉,禀明逊于宣耀 珍光二年,年近八岁的李励志被李世民奉为常乐公主 于是这一称号开始流传,那么常乐公主的生母是谁呢 据史料记载,常乐公主是李世民的嫡长女 既然是嫡长女,那么她就是皇后的女儿 也就是长孙皇后的女儿,史书再次说明了这个事情 武德四年,秦王妃生下了常乐公主 这个秦王妃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 结婚后,常乐公主并没有离开朝政 还时不时能够在皇宫里见到她 她来到皇宫并不是简单的回娘家 而是因为公事来劝导李世民 话说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提出了分封就职 想要给那些王爷有功之臣一些赏地 并让他们永久拥有,可以代代相传 大臣们觉得这是退步,纷纷出面劝诫李世民 可是群臣的劝诫并没有起到效果 这时常乐公主挺身而出,并亲自去面见父皇 跟她讲明此事的利害关系 李世民对于常乐公主的劝诫还是能够听进去的 因此她就果断废止了这一设想 没有将其实施下去 常乐公主十三岁就下嫁到长孙吴记家了 嫁给了她的儿子长孙冲 婚后两人的生活还算甜蜜 可是仅仅过去了十年 在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年的时候 常乐公主就病逝了 面对爱女的离世,李世民深受打击 皇帝道身要会,来三号而有感 多次痛苦后仍然悲伤的不能自已 之后李世民赦命红炉四星围艇 为丧事监护正史 红炉四少卿翠人师为丧事监护副史 专门处理常乐公主的后事 那么常乐公主的墓地在哪里呢? 相传常乐公主的墓地就在李世民的昭陵附近 跟昭陵紧隔着一条沟渠 这难道是李世民有意为之? 确实是这样的 李世民选好了自己的陵墓位置后 将其最喜欢的女儿也葬在了自己的身边 这样他就可以一直陪着自己了 常乐公主的墓地在今陕西李泉县 墓地的风土是方形的副斗石 整体呈圆锥形 墓穴周边有四个土雀 还有很多的诗人,诗羊,诗虎等 这些都是墓地等级的代表 常乐公主沉温特葬 常乐公主为何年纪轻轻就病逝了呢? 有人说她得的是遗传病 因为她的圣母有哮喘病 她自己也得了哮喘病 年纪轻轻就赴了黄泉 多是让人感到可惜 你对这位常乐公主还有哪些了解吗?